各位兄弟姐妹,我徐甘耀臣父 今日和大家分享的是 上年期第25主日的尼撒 我们的主题是 《天主愿意所有人得救》 这就是帝某德前书第二章里面的其中一句说话 《天主愿意所有人得救》 今天刚刚是我们的教员中心的周年大会 所以我就想将这两个黏在一起 教员中心的精神其实都是这个 稍后我会详细解释 记住做一切事,特别参加尼撒 都要身在、老在、心在投入、专注、扶出感情 就是我们听一听一个无古神宗 希望天主敲醒我们的灵魂去聆听祂的话 和接受祂赐给我们的丰富恩宠 和接受祂赐给我们的丰富恩宠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都想提醒大家,我们每一次说十字 父、子、神其实就是我们信仰的全部 是信仰的大宪章,是天主教最重要的部分 大家有机会来看看这三个特待建立 代表着什么 愿千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 与你们同在 我很喜欢庄中泽神父所说的这几句说话 我心情舒畅、神态松容 我依辉你怀、幼如孩童 我气息你耐、你在我中 我反本归原、与你相通 这个都是我们参与尼撒最重要的心境 最重要的心情 就是这些小朋友 又在这种心情 我们整个人投奔基督 这个就是真正的悔改和归意 归意就是不断问我们 为何还不回到天父的怀抱中呢? 为何还不回到生命的本愿? 为何还将我们的生命 卖给金钱、权力和很多转信即逝的东西呢? 互不归 这个就是惭悔和归意了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 承认我在私宴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的重罪 为此狠请终身同经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还你们各位兄弟姊妹 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瑞恋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瑞恋 上主求你瑞恋 基督求你瑞恋 基督求你瑞恋 上主求你瑞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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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外的人在世享平安 主天主天上的君王 全能的天主圣父 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 赞你你清重你 朝拜你显阳你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独生子 主天主天主的羔羊 圣父之子 除缅世罪者 靠你瑞恋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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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只有你是圣的 只有你是主 只有你是至高目上的 耶稣基督 你和圣神 和向天主圣父的光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你分事我们 爱你在万有之上 和爱人如己 这就是一切戒命的总歌 求你帮助我们 遵守你的戒命 以获享永生 因你的圣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 是唯一天主 永生永王 阿们 功读阿姆斯先知书 听着,压诈穷人,使世上若小者无法生存的人,你们听罢,你们说,月索几时才过去,好让我们卖五谷,安息日几时才过去,好让我们打开粮仓,缩小厄法,加重挟客义,用假称骗人,用银钱购买穷人, 以一双鞋,换彩贫民,连麦康也卖调,上主指着雅各伯的荣耀,发誓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所作所为,上主的话,感谢天主。 答唱永,上主的伯人,请一齐赞颂,请一齐赞颂上主的圣明,愿上主的圣明受赞颂,从现今直到永远,请一齐赞颂上主,他举药了穷腐的人, 他从陈哀里,提拔药了穷腐的人,叫他与贵族同席,与本国的皇后同座,请一齐赞颂上主,他举药了穷腐的人。 公读圣保禄中途,自帝谋得前书 亲爱的,首先我劝道众人,要为一切人,并为众君王,及一切有权为的人, 恳求,祈祷,转求,和借恩,为叫我们能安心,道乾敬,端庄,宁静,和平安的生活。 这缘是美好的,并在我们的救主天主面前,是蒙受越纳的。 因为他愿意所有人得救,并充分认识真理。 因为天主只有一个,在天主与人之间的忠保,也只有一鬼,就是降生成人的基督耶稣。 基督奉献了自己,为众人作熟假,这是在所规定的时期,已被证实了。 而我,也就是为了这事,被立为宣道者和宗徒,在信仰和真理上,做了外邦人的教师。 我说的是真话,并无虚言。 我愿意男人,在各地,举起圣洁的手祈祷,不应法怒和争吵。 上主的话,感谢天主。 福音前欢呼,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耶稣基督本是富有的,却成了贫困的,好使你们因着他的贫困,而成为富有的。阿里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公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路加第十六章,第十节。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在小事上忠信的,在大事上亦都忠信。 在小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亦都不义。 那样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信, 谁还会将真实的钱财委托给你们呢? 如果你们在别人的财物上不忠信, 谁还会将属于你们的交给你们呢? 没有一个仆人,能够侍奉两个主人, 他或者要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 或者依附这一个而轻忽那一个。 你们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钱财。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不是我们特意选的, 今天是我们的周年大会老早定下。 这个主日的圣经和我们周年大会的精神完全吻合。 看看这身航头。 这个圣带, 我去菲律宾做福传的时候, 当地的人送给我的。 什么色?这个圣带。 他说菲律宾的一个穷国, 很多教友,很多神父,很多堂区, 做很多圣带。 他说不如有一个圣带, 什么色都有的。 所以红色可以用它, 白色用它, 黑色都用它, 什么都可以, 绿色更加可以用它。 我都几有趣。 原来我们的教会, 天国可以包容所有的一切。 这个金戒指, 大家可能听过了, 是我妈妈过生之前送给我做纪念的, 是个玫瑰戒指。 喝水思源孝亲敬老, 都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的特点。 亦都是我们教人中心最重要的精神之日。 这条圣带, 揽住条带。 圣经经常说, 你们要速上腰点着灯。 为什麽要速腰呢? 是准备随时出发。 为什麽要点灯呢? 夜晚要警醒。 速腰点灯代表一个信徒, 24小时都要准备好。 出发, 准备好回归父家, 准备好去接受生命的审判, 准备好接受死亡。 这些是我们教人中心很想讲的东西。 看回三段圣经, 第一段, 一切弱小者无法生存。 还, 这世界的人造些殊弱子, 我天主永远不 hosting, 他不会重复你做过压逼人的人的事。 不过我们也要为这些有权世人祈祷, 好,天主愿意所有人得救,这是我们的主题。 要做到这些精神, 我们不能够侍奉天主, 而又侍奉钱财。 在英文版,我们的钱财不是money, 是memmon,很奇怪在圣经里讲过马门, 是拜金主义者,是见到见前眼睛的人, 是欣崇一memmon在万有之上,将他变成天主。 就是这个了,你们不能够又侍奉天主, 又侍奉钱财。 好了,续段题, 压榨穷人,使世上弱小者,无法生存的人,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所作所为。 很厉害,阿慕斯先知。 我们经常都听人说, 人在造,天在看。 人在造,天在看。 你不要为所欲为, 或者你现在不知, 总有一天你会知道, 你为何世界上为所欲为。 上无天主,下无世人, 只有你自己, 只有你不断以自我中心, 以及你追求的金钱, 权力欲望。 享尽人间的繁华, 你挥霍我给你们的青春和能力和财感。 其实人在造,天在看。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所作所为。 我希望你们相信这句话, 你现在不相信, 到你相信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不过我觉得无论你是信与不信, 对于信仰的东西, 我们不知真是信或者真是无信。 我去过河北, 全中国都去了,去福全的时候, 去到石家庄, 看一个博物馆, 里面有石头。 这个容易看些, 以讽以录, 闻高闻智, 下闻二约, 上天难戏。 就是这个了, 下闻二约, 上天难戏。 一样的, 以讽以录, 闻高闻智。 你的钱,你的讽录, 其实是人民的资高来的, 高资来的, 闻高闻智。 下闻二约, 你以为可以胡乱欺老百姓吗? 上天难戏。 你欺负不了天主的, 你可戚叉风云一世, 十年、五十年、一八年。 没多久之前, 英女王过世九十六岁, 任你怎样戚叉风云, 任你怎样曾经掌握过一个日不落的帝国, 没有了。 没有了, 不是他, 是秦皇, 汉母, 承吉思汉, 孙中山, 毛泽东, 蒋家石, 总有日, 随感尧, 习近平, 特朗普, 拜登, 全部都会走的。 如果你在生时, 以为老百姓可以欺负, 穷人可以欺负, 下闻二约, 你欺负的。 不过你欺不欺负天主呢? 上天难欺, 你在造天在体, 天主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这些这样的胡作非为, 不是所作所为, 胡作非为。 全中国都有很多这些叫做戒石铭, 预祭的戒石铭, 这个是好似乾隆的。 全中国都有, 所有衙门都有这些, 所有官都看到这些东西, 这些戒石铭其实有些根本在衙门门口。 然后呢, 全中国都有以上的戒石铭, 很多你上网看, 很多不同的种类, 但谁有权力而不贪? 为何包公那么出名? 太多参观了, 而这些参观门口就有这些戒石铭, 以下闻二约,上天难欺。 他就认为下闻二约, 上天都可以让我欺, 他以为。 我们教友曾经听过, 你对我最超兄弟做的就是对我做的, 有无人真是信的, 有无官真是信, 有无教友真是信, 拉扎禄和富人的比喻, 一个有钱佬享尽一世的繁华, 拉扎禄受尽一世的冤屈, 死了一人上天堂, 一个落了地狱。 这些故事我们不断听, 怕不怕? 偶然怕一怕? 其实真是不怕的。 好了, 我很想告诉大家, 无论你信神不信神, 信甚麽神, 滴不滴得过权、钱、欲的诱惑? 真的要问, 有人滴得过当然有, 世界上真是有大圣大燃的, 但你知不知大部分人滴不过? 所以我真是请大家想一想, 信神不信神, 信甚麽神? 意义不大, 因为无人是真正信的, 甚麽神你都不是真正信的, 因为有更大的神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拜权, 拜钱, 拜欲望, 拜私欲偏情, 这才是我们的天主,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所作所为, 你今天听得很清楚, 你或者这一刻还有少许敌, 你实验了, 明天一个星期后, 当你面对这些权权欲望的时候, 忘记了, 九霄云岸。 世界上的大圣人和大恶人的分别就是这, 是否认真去信这些东西, 是否认真相信天主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胡作非为, 而他再看, 人再做他再看, 所以我们不断警惕小心, 这就是信仰, 我们要为一切人, 特别是为众君王, 及一切有权为的人祈祷, 为叫我们能够到献性, 宁静和平安的生活, 因为天主愿意所有人得救, 所有人得救不是大部分人那麽简单, 更加不是极少数人, 我真是想大家很认真地看, 什麽叫做所有人, 或者什麽叫做大部分人, 而不是那来那来的极少数人, 我们不理多久人类的历史最少有几万年, 我不理应几十万年, 最少有几万年, 但基督信仰只得两千年, 基督是汉朝的时候出生的中国的汉朝, 2000年前多些, 我当你如果人类有一万年历史, 或者十字读八千年的历史, 八千年减二千就有六千年, 六千年的人没有信基督, 在哪裏? 真是有人告诉我, 在地狱他们, 连孔子都在地狱, 因为他们没有信而受洗, 圣经说的信而受洗的别得救, 他们没有信又没有受洗, 虽然孔子, 柏拉图, 苏格拉底, 甘地全部在地狱, 我们是这样信, 有人这样信, 虽然是两千年, 而且这两千年来, 人类从未出现过半数是基督徒, 没有,没有说过半数, 都是最少四分三非基督徒, 任何一个时代, 都是最少四分三是非基督徒, 四分一是基督徒, 今天全人类, 据说今年年底就会八十亿人, 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加在一起, 只有二十亿人多一点, 即是说有八十, 不减二十, 六十亿人不信基督, 六十亿人没有受洗, 是的, 今天其中五十亿人说笑了, 六十亿人不信基督, 是否要多落地狱, 连孔子、孟子、甘地和所有的婴儿, 他们有甚麽罪, 可能有缘罪, 有缘罪就要落地狱, 天主我都不敢说, 神哀世仁, 齋喉白喉, 天主愿意所有人得救, 所以如果天主要救一切人, 自然有祂救一切人的方法, 你记住, 什麽方法我们有一排讲, 但最少你不要说他们落地狱, 千万不要说孔子、孟子、 苏格拉第都是地狱里面, 如果他们落地狱, 有可能, 但不是因为他们未领逝, 我有一次真是跟三个年轻的基督徒, 而且是我的学生, 是中禄的学生, 因为我的教书, 他在我面前说孔子都待地狱, 我说为何他没有领逝, 我说孔子怎领逝, 耶稣都未出世, 他这个答案令我震惊, 是我的学生, 上我的伦理堂, 读所谓道德的东西, 他竟然做了句话, 因为他出生在基督之前, 不幸运, 我实际上都不再跟他说, 都没有符, 中了毒, 其实不幸运是什么叫不幸运, 孔子想自己走出来的, 就是你所谓的上帝孔子在耶稣面前出世, 在耶稣之前出世, 记住我不是讲基督教, 我记得真的有些人中了毒, 有些人, 或者有些人教这些人中毒, 我很喜欢这句说话, 天主愿意所有人得救, 而他要救一切人, 一定有他的方法, 就不是我们现在想那种, 其实如果我再想讲清楚些, 因爱而得救, 你对我最小兄弟做的, 就是对我做的, 哪有爱哪有天主, 哪有天主哪有爱, 这些很简单的, 圣经甚至讲得很清楚, 纯洁无瑕的虔誠, 就是高等的信仰, 就是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父, 他没有讲信什么教, 一个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父的人, 一定可以得救, 如果他不行有第二个原因, 可能你这儿照顾完之后那儿去杀人, 但绝对不因, 不是因为你未领洗, 尤其孔子未领洗, 你为何说他不幸出生在基督之前, 很过分的这种信仰, 我永远不会相信这样的信仰, 但一定有人信, 以及有人教人信, 不知为何, OK, 再来一次, 天主愿意所有人得救。 你定不能够侍奉天主, 而又侍奉钱财, 一会儿英文会堂, 这个钱财就不是money, 是memmon, 是拜金主义者, 是以金钱做天主的, 这些就叫做memmon, 其实钱财都是来自天主的, 你能够善用, 应知以自, 善用钱财便是吉, 滥用钱财便是空, 应知以自则吉, 应知乱则空。 我们要欣崇一天主在万有之上,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一定要按照天主的圣意, 善用钱财, 发挥钱财的积极面, 还有不要被钱财迷惑, 不要因为钱财而不择手段, 不要因为钱财而作奸犯科, 真是有这些东西, 真有人信这些东西, 有人做这些东西, 有人迷惑别人去做这些东西, 欣崇一天主在万有之上, 即是等于善用金钱, 发挥金钱的积极面, 不要被金钱迷惑。 我这里说, 赤贫的一种遗憾, 一个人一分钱都没有计算, 是他们不能够尝到以金钱助人的喜乐, 他们可以做很多事, 但你真是有钱去帮助别人, 是一种喜乐来的, 窮人就是少做这种喜乐, 他们可以有很多其他的喜乐, 责责这种善用金钱的这种。 香港有三位善长仁翁, 在国内, 讲清楚在云南的一个偏远的山区这边, 捐了一笔钱, 借起了一座用我的名字雷冠名的小鹤, 徐锦尧小鹤, 这个就是善用金钱的好处。 注入金钱真是可以做很多好事的, 给你看下这些学生, 徐锦尧小学教学流。 这两位其中是两位, 三位的刚刚两位同学拍了照, 这是我们捐赠的时候, 这班人我好自豪能够向着这些乡下人小朋友, 当然还有老师家长讲, 同学们, 你们的未来就在你们的手中, 你们要为你们自己, 都为你们的家乡创造历史, 你们要学会善根学校, 热爱家庭, 投身社会, 空怀祖国, 放眼世界, 甚至注目永恒, 是我们家人中心不断讲的。 是呀, 扎根信仰热爱家庭, 这些学校变成信仰, 扎根信仰热爱家庭, 投身社会空怀祖国, 放眼世界注目永恒。 我好大胆再加多这句, 为天地立心, 为生文立命, 为往性计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当我讲这些说话, 对着小朋友, 对着他们家长的农民, 对着那些老师讲话的时候, 我觉得在这种地方讲这种话, 不亚于我在大学里面讲课, 是很开心的, 你不要说他们不明白, 如果他们有一个人明白, 两个人明白, 好够好够。 为天地立心, 生文立命, 为往性计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今天是常年起, 第25主日也是教员中心的周年大会, 若问教员对未来, 来年有什么展望, 就让我们先参考今天的读境。 今天是第25日是教员中心的周年大会, 在教员中心的周年大会, 在教员中心的周年大会, 我劝你们要为所有国家元首和执政的人祈祷, 使我们能安居乐业, 度前进和庄重的生活, 因为天主愿意 所有人都得救。 hire 훈련高能俩和上帝伤的周年大会, I ask that supplications, perorship, and thanksgiving be offered for kings and for all in authority. Authority That we may lead a quiet and tranquil life in all devotion and dignity. For God wants everyone to be saved Everyone, all, all people to be saved 你们不能同时侍奉天主 而要侍奉金钱 No servant can serve two masters You cannot serve God and mammon Mammon, 马门, 要人把它直接说 马门就是翻译成声音 Mammon 不能同时侍奉天主 而要侍奉Mammon 当然来看看这几句 不同颜色 不能压制穷人 天主愿意所有人得救 不能侍奉天主 而要侍奉金钱 为国家元首和执政的人祈祷 人人安居乐业 这五个一二三四五个诉求 连在一起 就是我们唱的天主爱人 天国诵 Do not trample upon the needy Second God wills all men be saved Third You cannot serve God and serve mammon 拜金 Foth Offer petitions for kings and for all in authority Last Lead a quiet and tranquil life These five elements Make up my oath to the kingdom of God 这正是我们家中心三十六年来的追求 在木道班我们教授正式人生的信仰 我们认为整本圣经都是围绕着四大中心 四大中心四个主题 第一个人的成全 圣经讲的是个人成全 人际和谐 怎么样是人际间的关系很和睦 大同的世界大同的社会 善容宛如 这就是天国 All these are what CIRS has been preaching these last 36 years In teaching of a faith that faces up to life to the catechumens We stressed the four core elements which we consider constitute the whole bible personal fulfillment human relations good relations harmonious society making good use of things including money making good use of money these elements are what the heavenly kingdom is made of 我们遵从圣经的训识 圣经是基础 配合中国文化的精华 还有其他文化与宗教的智慧配合 we abide by the teachings in the bible this is the foundation 我们努力使基督宣讲的天国能早日降临人间 让人人安居乐业 为世界带来多一份生机 we do our best to bring about an early realization of the heavenly kingdom that Christ preached where everyone can live in peaceful coexistence peace lead a quiet and tranquil life and grow in greater vitality 我们也要按照上述的意向 为有群的人祈祷 求天主给他们智慧 因为他们可以影响很多人的命运 拥有权力的人 往往可以一年新帮 一年上帮 他们刚刚知道权力越大 责任越大 we pray for such intent and for those in authority that God may bless them with wisdom because they wield the influence to determine a nation's rise a nation's rise and fall and the lives of countless people we pray they know that with great authority comes greater responsibility 家园中心一生都是为这些奋斗 天国大同真实的平等真实的自由 四大主题 我们看整本圣经 都是讲的 你要活一个成全的生命 在你旁的人祭关联都要很好 整个世界都要大同 还是怎样善用天地万物 善用一切天主给我们的东西 包括我们的时间、金钱、财能、爱心 都要为天主善用 就让我们一起念信经 祈求天主给我们这种信仰 特别是给那些有权的人这种信仰 因为真实人在做天在看 我信全能的天主父 天地万物的创造者 我信父的为一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因圣神降人 又同征玛利亚诞生 他在彼拉多执政时蒙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死而安葬 他下降恩苦 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 他声了天 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 他要从天降来 审判生者、死者 我信圣神 我信圣仪供教会 诸圣的相通 罪过的赦免 欲生的复活 永恒的生命 阿们 提过很多次 信友诚文 有三个主角 一当然是天主 二就是天主所爱的世界和世人 三就是我们 我们信天主 我们爱世界 想我们向天主为世界祈祷 将世界和众人交托 在天主慈爱的手中 请为教宗祈祷 上主 求祢祝福教宗 赐给他健康和智慧 让他能帮忙修补世界 因政治争拗和战争 而产生的裂痕 并带领世界建设天国 使世界变为人人平等 国国平等 教教平等的天家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 请为中国的和平努力 和环保计划祈祷 上主 求祢祝福我们的祖国 并让祖国的一切努力 能成为世界与人类的祝福和希望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 苦听我们 请为受疫情困扰 和粮食与能源不足的世界 尤其为贫穷的国家祈祷 上主 求祢祝福我们众人 让人人都懂得依靠祢 亦愿以努力自求多福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 苦听我们 请为我们的主教周首人祈祷 上主 求祢祝福他 让他能带领香港教会 活出凡意精神 作社会的酵母 教会的忠坚 忠凡的桥梁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 苦听我们 请大家静默片刻 为自己的意向 并为世界和平 祈求上主 我们同声祈祷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 苦听我们 慈爱的天父 很感谢你赐给我们各种的恩典 特别赐给我们教员中心 走过三十多年 在你的平安和保佑之下 能够在国内 在香港甚至全世界去福存 求你帮助我们 继续保守我们 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旨意 去早日 跟你一起去建设 天国在人间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上主万有的天主 祢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祢 我们将这个墨面饼 呈献给你 这是大地的产物 都是人类劳动的成果 愿祂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寿赞美 上主万有的天主 祢赐给我们饮品 我们赞美祢 我们将这杯葡萄酒 呈献给你 这是大地的产物 都是人类劳动的成果 愿祂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 愿天主永寿赞美 各位兄弟姐妹 请你们祈祷 望全能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都提醒大家 祭台上的献礼 应该包括了面饼葡萄酒 耶稣基督自己 和我们及我们的一切 献上你们的身体 当作生活圣洁和娱乐天主的祭品 这个是罗马人书的说话 牵赏我们自己 善用天主给我们的一切 包括我们的金钱 上主我们恳求你 仁慈地月纳你子民的献礼 包括祭台上的饼与酒 和我们的生命与所有 即时间金钱财纳和爱心 祭我们借天上的圣事 获得我们在顺德中 虔诚期待的恩许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向祢附席我们的祈祷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门全心归向上主 请众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借着我们的主基督 我们事迟处感谢你 实在你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祢借着愈傲即使我们 从罪恶和死亡中 被召到光明的境界 得称为特选的民族 皇者的施制 圣洁的邦国 得救的子民 祢又从黑暗中 召我们进入光明 使我们到处清扬你的德能 为此我们随同 所有天使及天上神 神圣歌颂你的光明 不停地欢呼 圣圣圣 上主宛有的主 你的光明充满天地 欢呼之圣 向着云霄 奉主命如来的 当受赞美 欢呼之圣 向着云霄 上主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得的根源 因此我们求你派遣圣神 祝成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血 祂在甘愿舍身受难的时候 拿起面病感谢了你 面病分开交给他的门徒 这样说 你们大家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生而永久的盲弱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倾留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德的奥迹 救世的恩主 你借向苦难及復活 恢复了我们的自由 求你拯救我们 上主恩赐我们 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復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良 救恩之杯 感谢你 神我们得在你台前 侍服你 我们肯求你 神我们在分享了基督的圣体 圣血之后 因圣神合以为一 上主求你训练普世的教会 我们的教宗方祭国 我们的主教周守仁 以及全体教士 祟他们在我得终日吹完善 求你都随念我们的祖先 和我们的亲戚朋友 兄弟姐妹 他们怀着復活的希望而安息 并求你随念所有去世的人 祟他们享见你圣荣的光辉 求你随念我们众人 祟我们得与天主之母 同精明福玛利亚 圣母的淨沛性欲失 诸圣中途 中华殉道及征修诸圣 以及你大侯爱你的全体圣人 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 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天主赴允一切崇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 并在圣神的团结中 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天传经是天国的土民 它强调它是天国是世界的大同 强调它是天父 我们都是祂的子女 祂都想拯救我们全部的人类 而我们之间就是兄弟姐妹 四海之内皆是兄弟 所以不要将人类面强分开 信不信或者政治思想等等不好的 我们是一家人 是一个天国 只有一个爸爸 叫做天父 就是我们和基督一齐 和全世界的人一齐向我们的天父祈祷 愿你的名受显遜 愿你的国乐林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上给我们日用的食量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堪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恐恶 上主我们期待着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求祢从一切灾祸中请过我们 因此我们今世平安,使我们养难祢的人潮永久,脱面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 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祢 主耶稣记得,祢曾经对中途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祢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祢教会的信德, 便按照祢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祢是天主,永生永旺 圆主的平安,尚与祢同在,也与祢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互祝平安 请看天主的高荣 请看天主的高荣 请看随面势罪者,来父圣验的人是有福的 主,我当不起祢到我心里来,只要祢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传逾 也是用来的奥秀 好 领主荣,你颁法了你的命令,叫人严格遵行,愿我的行径坚定,并遵守你的法令。 又有我们神领圣体,我们相信的圣体圣事是天人合一的标记,是人类合一的工具,在耶稣里面,我们所有人合而为一。 祂来到世界上,就是愿意我们所有人都获得救恩,永远与祂一起分享千主圣三的圆满,增幅的生命。 耶稣,我们多谢祢降生成人,更加多谢祢建立了圣体圣事, 愿意透过这件圣事与我们同在,进入我们的心中。 我们信祢,望祢,爱祢。 请大家祢祢。 天主,祢以圣体圣事养育我们,求祢不断仁慈,坐有我们, 使我们值者圣事,能在日常生活中获得救恩的实效。 恩着基督之名,求祢抚听我们的祈祷。 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们心灵同在, 愿全能够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尼撒礼成。 愿好天主祝福你的家庭、你的工作, 帮助你战胜疫情犯危危机,天主爱你,主有。